今天您不能不知道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受到了西南风增强的影响 昭化地区降下了好大雨 部分的农作物也受损了 包括西瓜 洋葱 芝麻等 总共有16公顷的栽种面积泡水 无收获面积大约是1.25公顷 损失金额大约是20万元 而其中在深港地区有西瓜农 眼看着即将采收的西瓜全泡水 真的是相当无奈 泡干西瓜红彤彤的果肉 原本栽过十天就要采收 没想到一场暴雨全都泡汤了 整天的西瓜腐烂发霉 姚姓果能看到辛苦栽种 1.9分的甜美人西瓜 因为泡水烂掉 直呼真的是欲哭无泪 这两三万块的本钱 这如果经常收起来 可能这栽种还要七百万 被鱼打烂的还有洋葱 一整片的洋葱苗全都倒幅 万一太阳再来 恐怕全军覆没 如果算11月后 就我们百岁 这都不断 你这就是黑芝麻 西瓜洋葱还有芝麻 彰化地区下了一整夜的大雨 部分农作物经不起 强风豪雨 通缉下来从12号到16号 26乡镇栽笋地区 有彰化市 绣水浦岩 二林还有西州乡 灾损农作物包括洋香瓜 西瓜 花生 芝麻 葱等 还有其他蔬菜 损害程度达到百分之八 无收获面积有一点二五公顷 依照天然灾害救助标准 每个个别的乡镇 它受损的面积应该超过百分之二十 另外个别的农户 它的个别面积要超过受损百分之二十 这样子才会有天然灾害救助的 一个达到的一个标准 尽管损失的面积 还没有到达补助标准 不过农民还是希望政府能够帮帮忙 减少损失 接着带容貌 正好报道 谢谢大家